一向身强体壮的翠花,今天从地里回来时连了长雨病倒了,感觉浑身不舒服,四肢无力,脸都有些发红,似乎正在发烧,翠花躺在地上的蒲尾膝上想要休息一会儿,晚饭只能交由儿子小栓帮忙完成,小栓对于日常的煮饭并不陌生,她清澈熟路地把剩饭锅灌满清水,架在炉火上。 翠花以前很少生饼,这两年身体明显感觉大不如前,眼见这一年不到,已经生过两次饼,虽然都不太厉害,但是却也四肢无力颇为难受。 小栓原本想煮上一锅玉米面团的,看了看编制袋里的玉米面已经吃完了,没有现成的玉米面。 小栓也只能舀了半锅大米,翠花今年大米买的比较多,赶在雨季来临之前,家里储存了满满一大袋子,足够一家人短暂地实现吃米自由。 无需等到水开,直接将淘好的大米用勺子舀着,一勺一勺加进锅中。 凉水锅煮大米,不如等到水开以后煮得筋道。 不过他们这种米品质不好,也就无需在乎许多。 翠花躺在身后,完全没有反应,似乎已经沉沉睡去。 小栓虽然年龄不大,做起事来却颇为老练。 煮大米饭相对比较简单,全程几乎不需要看管。 等到水开后任期小伙慢慢炖煮。 孩子们比较喜欢翠花,见妈妈躺在地上,便一个个躺在翠花的身旁,依偎着母亲挤在一起。 小栓眼见母亲病得厉害,也想要多分担一些家务。 家中吃完的玉米面,平时都是翠花末的。 今天小栓和妹妹两个人,转动末盘末起面来。 当地没有末房,他们家家户户都有这种老式的石墨。 家里面吃的面粉,也都是采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手工磨制。 虽然两个孩子年龄不大,干起活来却也有模有样。 请继续观看,翠花生病了。 家里面的一婴家务有两个孩子负责完成。 小栓先是忙着煮上一锅米饭,接着又发现家里的玉米面已经吃完,便准备帮着母亲完成这一项工作。 翠花家里的玉米面其实已经吃完了好几天。 翠花一直很忙还没来得及磨制。 今天兄妹二人一起配合,努力转动石墨,磨起面来。 毕竟两个孩子的年龄还是太小,不一会儿功夫便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。 石墨滋滋压压的转动声,终究还是吵醒了睡在地上的翠花。 她咕噜着身子从地上爬起来,搅动了一下锅里的米饭。 经过刚才短暂的睡眠休息之后,翠花感觉比刚才好了很多。 由于家里没有感冒药,平时有个感冒发烧头疼脑热,都是依靠自身的抵抗力。 最多也就是忙头睡上一觉就过去了。 无奈家中的孩子众多,不但环境嘈杂,她心里还记挂着几个孩子的晚饭。 所以睡得并不深沉。 只是稍微休息了一下之后,感觉有所好转,便准备给孩子们煮饭炒菜。 虚黑的炒锅架在炉火上,先倒入一丢丢食用油,接着撒入小茴香和咖喱粉爆出香味。 毕竟翠花还是不太舒服,有些有其无力。 做事也比平时缓慢了许多,没有了往日生龙活虎的样子。 为了省事,翠花将昨天煮的剩菜放进油锅里烧加煸炒。 接着又淘洗了一锅面金球,用手抓着放进锅中大火炖煮。 他们吃饭比较随意,没有过多的讲究。 只要能够煮熟后填饱肚子即可。 所以煮饭的工作并不繁杂。 家中的大小孩子们也都能轻松胜任。 翠花完全可以放心睡觉,安心休养一晚。 只是早已习惯了这一切的翠花。 即便是躺着,心里还是有些不太踏实。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 请继续观看,翠花即便生病了,也要照顾几个孩子。 虽然她有其无力毫无精神。 但是早已习惯了这一切的翠花。 还是撑着身子坐在炉火旁。 将剩菜和面金球一起放进锅中翻炒。 随后倒入半锅清水大火炖煮。 翠花的小女儿因为腹中饥饿不停地大声哭泣。 让翠花有些心烦意乱。 便着急忙活地给她掀盛了一盘。 小女儿这才止住哭声。 用稚嫩的小手抓着盘里的米饭抢先吃了起来。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,自顾自地吃得津津有味。 翠花坐在一旁毫无食欲,完全不想吃饭。 二女儿尽管平时在家里面被翠花骂的次数最多。 但是对母亲却格外关心。 一直拿眼睛紧紧地盯着母亲。 并催促着翠花多少吃上一点。 翠花这才转过身子。 和三女儿一起合用一个盘子。 勉强吃了几口。 生病的人本身食欲不好。 她也只是为了陪着孩子们。 这才勉强吃了一些。 放在平时的话。 这一盘米饭不够她一个人吃。 生病的人本来应该多加休息。 但是翠花家里实在没有这样的条件。 就连个躺倒的地方都找不到。 屋子当中的这块蒲尾锡。 即使床铺还是餐桌。 家里每次吃米饭的时候。 剩饭脆花不舍得拿来喂狗。 都是要单独给家里的两条大黄煮上一些玉米面。 煮好的面团浇上一点菜汤。 就是家中两条大黄的美食。 忠诚的大狗是他们夜间的喂食。 也是孩子们最忠实的伙伴。 二女儿勤快懂事。 她知道翠花身体不太舒服。 所以等大家都吃过饭后。 便蹲在水龙头下帮忙洗碗洗锅。 水龙头喷溪而下的流水。 飞溅的到处都是。 二女儿身上也被见得到处都是湿漉漉的。 她们晚上睡觉没有脱衣服的习惯。 这多少让我觉得有点难受有些心酸。 但是这就是她们最真实的生活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关注。 下期更精彩。